万事不求人 私人助理、私人顾问时代来临了 六度万事、万事相助 超强博士群不断奉献专项部 信息、财经、健康、文娱、教育、旅游、消费、科技、美食 让您的生活品质、权限升级 六度世界现在体验 请去3w.6度.world 现实免费期间 全体注册网友免费使用付费版的高级功能如下 支持论坛搜索、免费画图 第一步 点击右上角最左边的机器人符号开始对话 像图片中红框中的那样 第二步 如图选择六度万事 我们未来将推出更多的AI供大家选择 然后 就可以与六博士悄悄畅谈了 还支持论坛内部信息搜索哦 您还可以让六博士做你的助手 帮你绘制漂亮图片 最后 可以点击添加 添加好友进来 一起与六博士工作 一起来3w.6度.world尝试吧 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电视简报节目 今天我们带来了几则热门新闻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我们来谈谈中国的经济增长计划 中国政府正在推动一项计划 旨在通过对制造业的投资来振兴经济 特别是对高科技和清洁能源的投资 这个由习近平主席提出的计划 被称为新的高质量生产力 但似乎在说服家庭增加消费支出的具体措施上细节不多 接下来我们看看中国与台湾的最新争端 受台湾控制的金门小岛 最近成为了两岸紧张局势的焦点 特别是在两名中国男子试图逃离台湾海岸警卫队船只时 不幸身亡之后 中国海岸警卫队对此作出回应 派遣船只在该岛附近巡逻 进一步加剧了局势的紧张 最后我们来谈谈人工智能的未来 一篇文章提出了关于人工智能未来的六个关键问题 从摩尔定律的终点 到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影响等等 虽然人工智能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但也存在限制和挑战需要考虑 文章认为历史和人类的适应能力表明 劳动力市场将适应新技术 但人工智能的负面影响 可能会地理和人口集中 可能导致就业岗位流失和负面社会后果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不要错过我们接下来的报道 中国刺激经济增长的计划 一个带有熟悉理念的新口号 中国政府正在推动一项计划 以振兴该国经济并抵消 长期存在的房地产套目的影响 该计划由习近平主席提出 被称为新的高质量的生产力 旨在通过对制造业的投资 来刺激创新和增长 特别是对高科技和清洁能源的投资 并增加对研发的支出 然而政府打算如何说服中国家庭增加 消费支出的细节很少 李强总理在年度中国发展论坛上 宣布了这一计划 但今年取消了与首席执行官的闭门讨论会 中国与台湾的争端 正在这个前线岛屿附近展开 《纽约时报》 受台湾控制的金门小岛已成为台湾与中国之间商贸的中心 每天有8艘渡船将台湾商人和游客运往中国大陆 然而最近两名中国男子试图逃离台湾海岸警卫队船支时 无幸身亡导致该地区的紧张局势升级 中国海岸警卫队作出回应 派遣船支在岛附近巡逻并进入了禁区 中国的巡逻行动符合其施压台湾避免重大对抗的策略 依靠是徒劳的 但也许对于人工智能来说不是这样蓬勃设 作者提出了关于人工智能未来的六个关键问题 涉及到摩尔定律的终点 人工智能公司的盈利能力 人工智能泡沫的可能性 人工智能泡沫的可能性 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影响 以及对人工智能采用的抵制 虽然人工智能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但也存在限制和挑战需要考虑 文章认为历史和人类的适应能力 表明劳动力市场将适应新技术 但最近的证据表明 人工智能的负面影响可能会地理和人口集中 可能导致就业岗位流失和负面社会后果 此外文章还讨论了人工智能采用的抵制 以及在某些领域 如深度伪造内容创作 使用人工智能可能面临的监管或公众反对 作者总结说 虽然人工智能有着指数级增长和深远影响的潜力 但未来仍存在不确定性和挑战 人工智能的未来将取决于计算能力的可用性 人工智能公司的盈利能力 对就业和社会的影响 以及抵制或监管的潜力 作者建议在人工智能继续发展的过程中 应仔细考虑这些问题和关系 恶奇的中国冲击 在奢侈品行业中产生了连锁反应 股持产品的销售额在本季度大幅下滑 导致法国集团开云的市值减少了90亿美元 并引发了对中国消费者放缓的担忧 许是手表对中国的出口也出现下降 失业率上升和房地产市场下滑 削弱了中国消费者的信心 而通缩压力引发了对全球最大消费市场之一 增长的担忧 股持在中国的在线销售出现了显著下滑 包括官方网站和天猫电商平台 中国市场的放缓也影响了其他奢侈品牌 在香港劳力士 爱马仕 香奈儿和路易威登的销售额也在放缓 一些奢侈品牌可能被迫减少对中国市场的依赖 因为今年中国市场的依赖 因为今年中国食品销售增长 预计将放缓至中个位数 而去年增至12 联合国对朝鲜的制裁措施已经失去了效果 至今亚洲联合国对朝鲜实施的经济制裁 已经失去了效力 国际社会内部的分歧阻碍了安理会 在过去6年里通过针对朝鲜的新决议 市平洋得以利用这种混乱 加强与俄罗斯的联系 并利用网络攻击获取资金和物资 朝鲜还公然违反制裁进口汽车 进行军事技术交易 并出口煤炭 联合股法阻止朝鲜的导弹发展 和该国通过网络攻击获取资金的能力 进一步削弱了制裁的效力 中国国防部在南海事件后警告菲律宾 至今亚洲中国国防部 已警告菲律宾不要在南中国海 有争议的水域采取挑衅性行动 国防部表示 如果菲律宾继续挑战中国的主权 中国的主权 中国将采取坚决措施 维护其领土权益 此警告是在中国海警 最靠近第二托马斯礁 和南沙群道的菲律宾船只 采取行动之后罚出的菲律宾 称这些行动是不负责任和挑衅性的 林探索在香港和大湾区扩张的方式 联席首席执行官南华早报 中国市值最大的保险公司 中国平安保险计划扩大 在香港和大湾区的业务 该公司新任联席首席执行官 郭小涛表示 他们将研究 在这个成为财富创造中心的地区 实现增长的不同选择的可行性 自新冠疫情限制解除以来 中国内地游客一直在香港 购买人寿保险产品和保单 郭小涛补充说 去年中国内地游客在香港购买的保险保单 总和达590亿港元 76亿美元 占整个行业销售额的三分之一左右 中国准备为外国公司消除障碍 李强总理 南华早报中国总理李强表示 中国政府准备引入新规定 以减少外国公司面临的障碍 在中国发展论坛上发表讲话时 李强表示 中国将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城市化、产业升级 和向绿色经济转型为全球投资者创造更多机会 他表示 中国政府正在研究企业提出的问题 包括市场准入、公共招标和跨境数据流动 并且已经解决了一些问题 535庄向红海中的中国船只发射导弹 美国表示 韩国社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的消息 一艘名为黄浦号的中国邮轮 在周六遭到也门535庄的袭击 535庄是由伊朗支持的 他们先是向邮轮附近发射了4枚导弹 然后又直接向船只发射了第5枚导弹 这艘船只仅受到轻微损坏 火灾在30分钟内被扑灭 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 在袭击之后 美国击落了6架535庄的无人机 其中5架坠入红海 一架飞进了胡散武装控制的野门地区 胡散武装对黄浦号的袭击引人注目 因为他们此前曾表示 不会攻击中国所有的船只 中国总理淡化经济风险 强调政策空间 韩国社中国总理李强 对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 表示不予理会 并表示北京正在增加 政策支持以刺激增长 李强指出 宏观经济政策仍有扩张空间 因为消费价格增长相对价格 增长相对较低 中央政府的债务水平也不高 尽管承认人们对房地产行业 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担忧 但李强表示 这些困难和问题 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严重 中国经济在2024年有了坚实的开局 出口工业生产和投资增长超出了预期 然而经济学家认为为了实现今年约5%的经济增长目标 需要更多的政策支持 与莫斯科袭击有关的ISISK组织变得更加大胆和暴力 《有约时报》伊斯兰国 哈拉萨省ISIS是阿富汗塔利班的主要对手之一 ISISISK在整个国家范围内进行了多次袭击 以打击塔利班并试图破坏他们与地区盟友的关系 该组织还将袭击扩大到了阿富汗以外的国家 如巴基斯坦、伊朗和现在的俄罗斯 ISISIS袭击中国、印度和伊朗在阿富汗的大使馆 并发布反俄宣传 该组织的袭击旨在撩会 塔利班无法提供安全并建立他们自己版本的伊斯兰统治 中国研究人员在海洋中发现治疗危及生命的肾造损伤的希望 梁华早报中国科学家利用海洋细菌衍生的分子和贝类衍生的糖作为传递系统 研发出一种治疗急性肾损伤的药物 根据药学《雪报》壁上发表的一篇论文 这种奈米药物在损伤诱导的小鼠中有效缓解了肾损伤 急性肾损伤是指肾脏功能出现问题的情况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并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star briefing 康明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大家好 您现在收看的是来自六度挑战的内容 世界媒体看中国 经济好消息与坏消息 VOA经浙 中国国家统计局星期一表示 今年头两个月 中国制造业和投资形式有所改善 而房地产行业疲软对经济造成压力 由于中共政权将国家经济新闻视为事关国家安全 及中共权力垄断安全的大事 严厉惩惩罚所谓唱衰中国经济的人 外界难以确定中国经济状况究竟有多好还是多糟 世界媒体也以一种信不信有你的比调 来报道中国官方发布的经济数字 看似平衡客观 实情只有天知道 Text 众多中国人以及企业家和在中国投资或建厂的外国投资者和企业家 感到中国经济困境重重 在此之际 中国国家统计局星期一发布有关中国经济的一系列重要数字报告 该报告称 中国今年头两个月 工业产出同比增长7% 好于分析师预期 工厂和设备支出 及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了4.2% 房地产业依然低迷 头两个月房地产投资同比下降9% 中国共产党当局持续强调所谓的正能量宣传 并以言成为威胁 禁止传播有关中国经济以及数不清的其他领域的坏消息 在这种形式下 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这种有好有坏的数字报告 似乎是显示了该报告是平衡客观的 因而是可信的 然而 当今中国的大环境大形式使中国当局发布的新闻和数字 令外界以及众多中国人感到难以置信 在中共当局坚持不惜代价 强行推行所谓的疫情清零政策 三年使中国经济付出惨重代价之后 中国经济没有出现中共当局 以及外界所预期的增长率强劲反弹 反而因失业率高起 国内需求微米不振 和占中国经济近乎半壁江山的房地产业不断暴雷等因素 而举步维艰 在这种大形式下 中国当局对民间的有关中国经济的评论实行限制和封杀 对调查中国经济状况 以便使投资者的投资决定有所依评的一些外国 尽责调查公司进行 突击搜查和罚款 拘留其职员进行讯问 中国国家安全部也发出严厉警告 声言畅衰中国经济是威胁国家安全的行为 将予以言成 于是 中国官方和外界对中国经济基本状况的评估 如今便常常呈现出一种天壤之别 或风马牛不相及的状况 例如 中国官方宣传说 中国经济在2023年达到了5.2%的预定增长目标 高居世界各大经济体之首 取得娇人成绩 但美国调查公司荣顶咨询 Rodium Group 基于它的调查计算指出 中国实际增长率仅为1.5%左右 与此同时 日本经济新闻则指出 2023年中国GDP 国内生产总值按美元计算29年来首次减少 与此同时 在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今年头两个月 中国房地产投资 同比下降9%的数字之计 日本东洋经济杂志网络版发表报道说 中国房地产巨头 今年1月至2月 房屋销量减半 情况严重 北京 上海 深圳等主要城市的需求也在萎缩 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逆风之一 就业 美联社星期一 在报道中国国家统计局 发布最新中国经济重要统计数字报告时 已非常委婉 和客气的比调指出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领域是就业 虽然官方最新数据显示城镇失业率为5.2% 但中国16至24岁年轻人的失业率为14.6% 这比去年12月的14.9%和6月的近20%有所改善 但仍然凸显了中国年轻人在疫情之后仍是找工作难 当局对科技公司的打击损害了私营企业的投资 青年失业人数不包括学生 相对而言 法国主要报纸世界报在报道同一消息的时候则更为直言不讳 该报3月18日发表的报道说 说到先前占中国经济活动20%的房地产业 其危机已进入第三个年头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 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大流行之前相比 新建筑工地数量下降了60% 2023年 中国大城市二手房价格同比下降6.3% 使情况更糟的是 2023年夏季青年失业率为21% 今年1月份 中国当局按照新的计算方法将这一数字降至14.9% 法国财经新闻报纸论坛报3月18日以中国开年艰难 经济形势仍不明朗为题 发表报道说 中国今年设定了5%的经济增长目标 这是该国几十年来最慢的增速之一 然而 北京认识到这一目标很难实现 因为中国仍面临结构性困难 本星期一中国公布的官方数据显示 2024年中国经济开局喜忧参半 家庭消费低迷 但投资和工厂活动加速 反映出复苏不平衡 新冠疫情过后 人们期待已久的2022年底经济复苏是短暂的 而且不如预期强劲 现在中国面临着一个不确定的局面 这抑制了家庭支出 而房地产业危机和青年高失业率正在影响购买力 以莫名其妙的新制生产力开拓新局面 自2012年上台以来 中共领袖习近平及其宣传班子不断提出新口号 新说法 其中即包括厕所革命这样的简短异计的说法 也包括至今让亿万中国人以及让数不清的中国问题专家感到犹如绕口令一样难以背诵 和上口的说法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在中国经济面临中共当局也不得不承认的艰难境况之际 习近平凌空提出了所谓的发展新制生产力的口号 美国财经新闻社彭博社3月18日以解读习近平旨在重振中国经济的新口号为题 发表报道说 口号在中国很重要 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到共同富裕 新口号的采用预示着政策的深刻转变 因此 新制生产力在中国政府3月5日发布的年度工作重点中被列为首要任务 这一局面引发了一场争先恐后解读由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9月创造的这个词 究竟有什么含义的争论 自2014年以来 产业政策口号占据政府提出的当务之急首位的场合只有一次 通常情况下 这个机会被用于宣示宏观经济政策的承诺 彭博社的报道陈述了中国官方媒体如何放飞想象力 援引卡尔 马克思在某年某个场合谋篇文章中的言说来注解习近平突然提出的 令众人莫名其妙的 新智生产力之说并未知作背书 一些投资者则根据定于一尊 一锤定音的习近平最新的说法 研判猜测 接下来投资中国应当投在那个领域或行业 报道接着说 当然 人们为猜测而投入的经历都可能被新发事件所取代 或者被另一个口号压倒和取代 2018年 医疗卫生教育领域的互联网加模式多次被列为政府工作重点 然后到了2021年 习近平开始加大力提倡共同富裕 以解决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 该口号预示着对科技和教育行业的打击的开始 互联网商业巨头阿里巴巴集团控股等主要公司的股价受到重创 以扩大出口寻求突破的风险 在中国经济增长乏力 给中共政府造成社会政治压力之际 中国当局显然力图通过扩大贸易出口来寻求突破困境 但这种在中国当局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举措 在当今国际大形势下 尤其是在中国的出口市场 主要是美国的形势下也有相当的风险 美国工商新闻网刊 工商内线人3月16日发表报道 标题是 无论拜登还是川普赢得总统宝座 中国的经济计划都可能导致贸易战 该报道的要点是 美国的经济调研公司凯头宏观表示 中国出口激增意味着发生贸易冲突 在任何一位总统候选人那里都可能 中国现在占全球制造业出口的15% 而它必须将这些出口上传给美国消费者 中国正在寻求通过制造业实现更好的增长 看来我们真是处在艰难的时刻 除了这位名叫VOA金哲的记者 叙述的对于中国经济困境的理解之外 我们显然处在这个世界对理解和评估这个情况的文化困境中 是啊 没错 他的语言充满了看似平衡客观 实情只有天之道的讽刺 明显提出疑问的是 当局对民间的有关中国经济的评论 实行限制和封杀 是因为真的无法承受批评 还是担心这些批评可能引发更大的风波 相比于那些陷入质疑一切的怀疑论者 我更喜欢陈述事实 虽然有时候事实可能比大V的讲话更让人难以接受 的确 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了 这个现状我们是无法逃避的 然而我们不能忽视的是 我们正在走向更深入的转型期 从过度依赖出口和房地产的经济结构 转变为更加关注内需和服务业的现代经济结构 这就好比正在爬山的人 虽然他的速度可能在减慢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正在后退 而只是他正在攀爬的是一个更为陡峭的斜坡 当然对于环顾四周只看到深渊的人来说 这一切都是结果的灾难 然而只有站在山顶才能眺望到更远的风景 我得承认 心智生产力的概念确实让人有些莫名其妙 可能连马克思本人都会对此感到惊讶 但是我们需要懂得针对每一次重大转折 我们总需要一些新的理念来开启新的篇章 无论这种理念是多么的令人费解 对于制造业和出口的依赖 的确中共政府可能面临着重大的挑战 特别是在现在全球化背景下 各个国家都在寻求保护自己的制造业 打击对手出口的环境中 然而这也许是我们应有的困难 因为这正是我们从过度依赖资源和低价劳动力 转型为依赖创新和品牌的过程中 所必须经历的一部分 最后我想要指出的是 虽然我们确实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但把这一切都归咎于中国政府或者中共 就好比说因为那座山很陡峭 所以登山者不该去攀登 毕竟没有哪个国家的发展是一帆风顺的 同样没有哪一个民族的复兴是可以轻而易举实现的 可以肯定的是 只要我们不断向前 未来总是充满希望的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关于中国经济的好消息与坏消息 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 今年头两个月 中国制造业和投资有所改善 但房地产行业依然低迷 然而 对于中国经济状况到底如何 外界和中国官方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分歧 中国当局严厉打击唱衰经济的声音 外界对官方发布的经济数据 是怀疑态度 中国的经济形势确实面临很多困难 失业率高企 内需不振 房地产业暴雷等问题 都给经济带来了压力 然而 我们不能忽视 中国正在进行的经济转型 从过度依赖出口和房地产 转向更加关注内需和服务业 虽然经济增长速度放缓 但这是一个必经的过程 我们需要站在更高的角度看待问题 才能看到更远的风景 对于习近平提出的新制生产力 虽然有些人觉得莫名其妙 但我们需要给予一定的理解和空间 每一次转折都需要新的理念来推动 即使我们不完全理解 也需要给予尝试和探索的机会 至于中国的出口扩大计划 确实面临一些风险 特别是在当前全球贸易环境不稳定的情况下 但这也是我们转型过程中 必须面对的挑战 我们需要依靠创新和品牌 来提高竞争力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 观众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和问题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世界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A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回到华尔街电视 您现在收看的是沙伦一报节目 我是节目主持人沙伦 中国小说家刘慈欣的科幻小说三体 改编的网飞Netflix版影集开播了 在中国社交平台上呢 却恶评如潮 有人批评 剧情遭到了魔改 特效差劲 也有人质疑 这个剧拍摄文革批斗的场景呢 反中意味非常浓厚 是为了这叠醋包的这顿饺子 三体网飞版呢 于3月21日上架播出 我是昨天才有机会看了 那么一两三集 上架之后呢 引发中国网友正反两极评价 首集一开头呢 便重现中国文革时期的批斗画面 主角叶文杰的父亲 他是物理学家 因为坚持爱因斯坦相对论等理论呢 遭到红卫兵殴打呢 打着打着就把他打死了 在豆瓣上 许多人呢 将此剧评为异心 微博上有网友表示 网飞版的剧情遭到魔改 拍这个就是想黑中国 为啥原著是中国为中心 网飞版的就变成全城西方中心 还有人说呢 网飞的三体呢 就是为了提到文革 就像刚才说的 为了这叠醋包的这顿饺子 我个人认为呢 这个不可能就是为了提到文革 但是我个人也不喜欢这种 就是换来换去的 你知道吗 比如说如果原著是在一个地方 我觉得如果你要再做另一个版本的话呢 就应该保持一样的 因为我认为就是西方世界太那个 太注重就是 太注重种族多样性 我发现就是很多欧美的这些电视剧啊 电影呢 因为非常的注重这个种族多样性 很多次呢 都会把原著因为种族多样性改的一塌糊涂 所以呢 我这一点我可以理解 除了这些之外呢 还有网友认为虽然剧情推进的很快 但是像是AI写出来的剧本 缺少很多细节的铺垫 还有人说呢 太简单化了 真的是太简单化了 很多就是在腾讯版三体里 过了三四集才揭发的事情呢 在这里呢 第一集他就会全部都告诉你 而且还有人吐槽特效不佳 说要剧情没剧情 要特效没特效 跟我一样 不少人也将王菲版的三体 与早前由中国企鹅影视 翻拍腾讯播出的三体电视剧比较 有人认为腾讯版完胜王菲版 我个人也是这么想的 我觉得腾讯版要比王菲版好 非常非常多 还有人说三体是一部中国人写的人类历史 王菲拍不出中国 不过呢 也有微博的网友指出说 网菲版的三体的节奏 思路还有逻辑都更为清晰的紧密 而且质感与电影相似 还说两个版本的三体 完全不是一个量级的制作 三体这个背景 世界需要更庞大的世界观支撑 需要无数不同色人种的人来建构这个故事 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 与此同时 X平台上讨论多注墨鱼 对中国文革历史的讨论 有X平台的网友认为 不久前 中国网友在微博上批评 中国作家墨言及农夫山泉的 不爱国网报事件 宛如当今的文革 与三体守墓场景摇呼相应 三体是刘慈欣于2006年在中国杂志科幻世界上开始连载的小说 内容讲述一群中国的科学家警察军人 试图阻挡外星物种的入侵 第一部三体小说在2014年被翻译为英文出版 并在2015年的世界科幻大会获得余果奖 最佳长篇小说奖 是首部得到此奖的亚洲小说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 脸书创办人扎克伯格等知名人士呢 都曾经公开推荐这部小说 Netflix版的三体呢 对原处内容进行大幅度改编 除了将部分事件背景转移至英国之外呢 也修改了多数人物的中国背景 原处作者刘慈欣担任该剧的顾问 对于改编的内容呢 异于以同意 这个版本的三体呢 由知名美剧权力的游戏的编剧 贝尼敖夫与魏斯共同打造 两个人接受纽约时报的专访的时候 曾经表示 如果决定按照原著把情节保留在中国 把角色保留为中国人的话 那制作出的会是一部以中国为背景的英语剧集 他们认为将剧情中努力解决问题的角色 看起来像是来自世界各地 对故事的本质非常的重要 网飞版的三体您看了吗 看了的话您的想法又是什么呢 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们 好今天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讲电视剧讲电影呢 都不能讲太多害怕剧透 如果您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 这里是沙伦一报 我是沙伦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万事不求人 私人助理 私人顾问时代来临了 六度万事 万事相助 超强博士群 不断奉献专项服 信息 财经 健康 文娱 教育 旅游 消费 科技 美食 让您的生活品质 全线升级 六度世界 现在体验 请去3w.6度.world 现实免费期间 全体注册网友 免费使用付费版的高级功能如下 支持论坛搜索 免费画图 第一步 点击右上角最左边的机器人符号 开始对话 像图片中红框中的那样 第二步 如图选择六度万事 我们未来将推出更多的AI 供大家选择 然后就可以与六博士悄悄畅谈了 还支持论坛内部信息搜索哦 您还可以让六博士做你的助手 帮你绘制漂亮图片 最后可以点击添加 添加好友进来 一起与六博士工作 一起来3w.6度.world尝试吧 大家好 您现在收看的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内容 赵鼎兴致浙大领导的辞职信 据浙江大学社会学系3月11日的新闻 社会学系召开干部宣布会 宣布主任调整副校长周江洪兼任赵鼎兴卸任 一封署名为赵鼎兴教授的辞职信 在网上流传原始出处建历史微信公众号 在信中赵鼎兴教授表示考虑到 目前否定他主持浙大社会学系工作期间的工作 他将辞去所有和社会学系相关的职务 赵鼎兴系知名社会学学者 担任浙大社会学系主任近3年 他致力于政治社会学、社会运动、历史社会学等领域研究的赵鼎兴 1953年出生于上海 于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生物学系 1984年毕业于中国科学院上海昆虫研究所 获昆虫生态学硕士学位 后赴加拿大留学1990年 获迈吉尔大学昆虫生态学博士学位 此后他改学社会学1995年 获迈吉尔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 1996年起赵鼎兴任教于 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 2012年赵鼎兴担任浙江大学访问教授 并于2021年起担任社会学系教授系主任 尊敬的任书记和杜校长 你们好 写此信的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辞去我所有和社会学系有关的职务 包括社会学学术委员会委员 社会学、学会学、学会学、学科学 职位平定委员会主任浙江大学 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所长 浙江大学助劳中华民族工体意识研究基地 首席专家等等 此去这些学位的原因很简单 3月11日我的社会学系系主任职位正式被碾去 3月19日社会学系召开了党政联系会议 事先我并不知道有这次会议 也没被要求练习参加 会议期间据说发生了不少冲突 因为我不在场 所以不想复述与我有关的事情如下 会议上陈素山宣布成立了一个社会学系 学科建设工作小组 其中没有我和朱天雕 只是当时有人坚持才把我的名字给加上了 会后社会学系的教师 包括外籍教师在内 和学生沸沸扬扬 大家人心惶惶 不断有人打电话询问我这几天正好在上海 为高研院和社会学系展开募款活动 所有这些事事先都没有征求过我的意见 并且都发生在我19日离开杭州的这几天 我其实要比打电话来询问的那些人还蒙在鼓里 但是大致听下来 似乎就是陈素山准备要在社会系搞站位更高的代歌 简单讲 就是否定我主持这大社会学系工作期间的工作 这就把我这个刚刚退下来才不到10天 并且仍然担任着社会学系 大量工作的老人搞得非常被动 眼见教师们的各种焦虑 我心里难受 但我却已经被排除出决策圈 无能为力 想挨想去 我只能决定辞去所有职务 为陈素山新政腾出道路 祝好赵鼎心 赵鼎心教授内心理想的学术图景 应该是努力保持某种平衡 和这大赵鼎心教授的辞职性 在家务将家扣自费高利赛这样的情况下 依靠建务开动投资来促进经济增长的谈通模式 已经达到了极限 他正在上海为社会学系筹款的时候 系里开了一个党政联席会 搞了一个社会学学科建设领导小组 作为系主任 他根本不知道要开这个会 今后更高站位的学科建设 和他想的也不一样 他也感到无法面对自己引进的年轻学者 于是一口气辞去了好几个职务 这个概述中对我触动最深的是 他正在上海筹款这个细节 研究经费不够 他自己想办法筹款 这一点他延续的还是美国大学的做法 其实在中国不是这样的 经费要向上面申请 要想办法报项目 不管是浙大浙江还是教育部 都不缺钱 这说明他还没有完全融入 前年南方人物周刊采访了他 他准备从芝加哥大学彻底退出 全身心投入到浙大社会学系的工作中 那时肯定已经有变化的潜流或者征兆 而他全然不觉 可见一个学者不管理论多么扎实 逻辑多么有力 也仍然有天真的一面 该报道还提到他给浙大社会学系 带来的一些变化 讲座明显增多 学术氛围活跃 年轻人的研究主题都很有趣 有一些学术理想主义的色彩 他不想让学术那么僵化 而是尽可能保持开放和活力 现在看来这些站位还可能不够高 多少有一些知识分子的幼稚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 如果看过去很多年赵鼎兴在各种场合的发言 他也在努力接地气和融入 他曾经从竞争的角度 他早年是搞生物学的 为权力的集中辩护讽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现在却又抱怨自己被排除出决策圈 或许在一些人眼中他也有点自由主义 他甚至是一个助劳共同体研究所的首席研究员 说明已经在努力提高站位了 只是还不够进步 他内心理想的学术图景 应该是努力保持某种平衡 一方面他长期在加拿大 美国读书和研究 熟悉那里的学术氛围 想引进到这大 另一方面这种努力也要尽可能符合中国国情 现在这个空间已经越来越狭窄了 读他的辞职信有一种深深的悲哀 倒不是为理念冲突 而是他的语言 这就把我这个刚刚退下来才不到十天 并且仍然担任着社会学系大量工作的老人 搞得非常被动 眼见教师们的各种焦虑我心里难受 但我已经被排除出决策圈 无能为力 想挨想去 我只能决定辞去所有职务 为陈塑山新政腾出道路 这段话中的那个我不再是率性的芝加哥大学教授 而是一个在小权力体中侦查的可怜人 这里的关键词是老人和新政 在社会各个层面的单位中都有着这样的冲突 坦白说 这和我小时候在河南一个乡镇 感受到的学校权力斗争 没有什么区别 这种权力斗争 不是一个天真的读书人所能驾驭 被排除出去 有着某种必然也未必是坏事 尤其是对一个社会学家来说 这至少为你提供一个研究主题 作为主持人 六五天我非常荣幸 今天有机会主持这场热烈的辩论 今天我们将获得一次机会 一次了解两种截然不同观点的机会 而这恰恰是辩论最大的价值 辩论的话题是 中国教育体制是否需要改革 以适应国际化的教育环境 这是一个涵盖广泛讨论激烈的问题 两位辩手将分别代表正方和反方 进行深入的研究和详细的讨论 给出各自支持和反对的理由 在很多人看来 教育是一个国家 甚至一个社会最重要的元素之一 它不仅影响了我们的思维方式 还塑造了我们作为个体和集体的身份 这就是为什么这个问题如此重要 和争议如此激烈 因为这不仅关系到一个人的学习和发展 而且直接影响到整个国家的未来 正方便手将会认证中国的教育 经过的教育体制需要改革 以适应国际化教育环境 他们可能会以中国教育的弱点 国际教育的优势 和中国环境的变化为依据 此来他们也可能提出 教育改革的具体建议 然而反方便手将会坚决反驳这一观点 强调他中国的教育体制 可能不需要改革来适应 国际化的教育体制 可能不需要改革来适应 国际化的教育体制的优势 国际教育的缺点 以及中国社会环境的独特性 此外他们也可能会探讨 改革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对此辩论的结构如下 每位变手将先有15分钟的时间 发表自己的观点 之后每位变手将有7分钟的时间 反驳另一方的关键 反合正方和反方将再次有15分钟的时间 进行辩论 最后每位变手将有5分钟的时间 进行结论性发言 我希望这场辩论能激发我们的思考 扩大我们的视野 提高我们的视野 提高我们对教育和改革的理解 众所周知 我们的世界正处于快速变化之中 我们需要新的想法和新的视角 以适应这些挑战 通过这场辩论 正方和反方的对比和相互辩驳 让我们对教育的复杂性 有更深入的了解 无论我们最后的立场是什么 我们都应该尊重彼此的看法 因为只有通过对话和讨论 我们才能找得找到真理 现在让我们开始 这场令人期待的辩论吧 我是正方辩手涛涛 我坚信 中国的教育体制需要进行改革 以适应国际化的教育环境 首先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教育体系的内涵 在全球范围内都在不断变化 如今 全球化的趋势 使得学术资源 教育理念等在全球范围内 进行流动和交换 教育的内涵和方式 早已突破国界 向世界化的趋势发展 而中国的教育体系 是否能适应这样的改变 关系到中国的教育 能否在国际化的环境中立足 其次 从现状来看 中国的教育体系面临着明显的问题和挑战 根据教育部的数据 中国在2019年的高考报名人数达到1031万人 比2018年的991万人增加了3.95% 这表明中国的高等教育入学率在持续上升 但是我国的高校教育质量是否跟得上这一增长 恐怕答案并不乐观 在QS2020年全球大学排名中 中国的学校数量达到了86所 位居第三 但是排名前50的学校只有4所 这就引出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 我们是否应该满足于这样的成绩 或者我们是否应该进行深化改革 迈向更优质的教育 此外 中国的教育体系 在全球化的环境下 面临着一系列问题 教育的目标和内容 教师的角色和地位 教育的评价和标准 以及教育的管理和组织等方面都存在问题 具体到进一步细分 中国教育在创新能力 批判性思维 跨文化交际 全球视野等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不足 因此 面对全球化的挑战 中国的教育体制必须进行改革 我们需要引入国际化的教育理念和方式 提高决策的透明度和科学性 增强教育系统的开放性和包容性 提高教育的质量和效率 从而实现教育的公平和公正 让我们一起 迈向更优质 更公正的教育系统 我是反方便手牙牙 我将从多个角度反驳滔滔的观点 首先 我并不否认全球化已经对教育 包括中国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 然而 适应国际化并不意味着 我们需要完全改变我们的教育体制 教育首先需要满足本国的需要 其次才是适应国际化 从这个角度看 中国的教育系统在服务国家和社会的目标上是非常有效的 中国教育部的数据显示 2019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率达到91.9% 2018年上升0.2个百分点 这个数据显示 即使面临着竞争激烈的就业市场 中国的大学毕业生仍然可以在毕业后找到满意的工作 这可能不是所有教育体系都可以做到的 其次 关于高等教育质量的问题 首先 我们必须清楚 大学排名并不能完全代表一个国家的教育水平 排名可能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 如研究资金、教职员工和学生的比例 外籍学生和教师的数量等 并且 大学排名主要评估的是研究水平 而不是教学质量 因此 使用大学排名作为中国教育水平的证据是不准确也是不公平的 另外 滔滔提到的教育的全球化问题 我并不认为中国的教育体系在全球化方面存在问题 事实上 中国的教育在全球视野、创新能力、跨文化交际等方面做得已经非常好 例如 中国政府和许多学校都非常鼓励学生出国留学 增强他们的全球视野和跨文化交际能力 同样 创新、批判性思维也是中国教育的重要部分 许多学校都设有创新实验室 鼓励学生进行独立的科研项目 培养他们的创新能力和批判性思维 最后我想说 我们不能仅仅因为觉得需要适应国际化就改革我们的教育体系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可能会丧失自身独特的优势和特点 我们需要深入思考 充分对比 然后做出最有利于我国的决定 而目前看来 中国的教育体系并不需要大规模的改革 而只需要微调和完善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赵定兴教授的辞职性 引发了人们对教育体制改革的深思 他辞去所有于社会学系相关的职务 原因是他感到自己被排除在决策券之外 无法发挥作用 这是一个典型的权力斗争的例子 也反映了中国教育体制中存在的问题 教育看来教育体制改革是必要的 是必要的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 教育需要适应国际化的发建 然而改革并不意味着 完全模仿国际的教育模式 而是要结合中国的国情和文化特点 保持自身的优势 中国的教育体制在某些方面 确实有待改进 高等教育的质量和效率 教师的地位和待遇 学生的创新能力和批判性思维等 都是需要关注的问题 改革应该着重解决这些问题 并提高教育的质量和公平性 然而我们也不能一味追求国际化 而忽视了自身的特点和优势 事业创新能力和跨文化交际方面 已经做得很好 我们应该保持自己的特色 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改革和创新 总而言之 教育体制改革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需要我们综合考虑各种因素 我们应该倾听不同的声音 进行深入的讨论和辩论 以待讨论和辩论 以达到更好的教育目标 让我们一起思考 共同探索教育体制改革的方向和路径 谢谢大家 请留下你们的想法和问题 我期待与你们的互动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世界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A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辨识简报节目 今天我们有几则新闻要和大家分享 首先我们要谈谈中国的劳工权益问题 近日中国证捷人士提出了一项 有关隐形加班的法律保护措施 这项提议只在习一 只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 许多员工需要在工作时间之外 进行在线工作的问题 这种情况模糊了工作和个人生活的界限 虽然中国的劳动法规定员工有权获得加班费 但实际执法很少 这项提议受到了员工和劳工权益倡导者的欢迎 他们呼吁对员工提供更明确的处罚和工会支持 接下来我们要谈谈近日发生在俄罗斯的恐怖袭击事件 据报道 在科洛库斯市政厅发生的这起袭击事件后 一些中国留学生表示 他们在微信聊天群中听说出门要备注国企 甚至有人开始贩卖国企和防弹衣 这些留学生担心自己的安全 这起袭击事件也引起了大家对恐怖主义的担忧 最后我们要谈谈一个关于中国的时尚热潮 近年来马面群成为了流行的时尚单品 据报道 曹县生产的马面群在过去几个月里 销售额已经超过了3亿人 这种长裙可以通过搭配不同的衬衫和T恤来穿住 非常受欢迎 这个时尚热潮带动了曹县的汉服产业 也给当地的布料厂家带来了商机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闻概述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彭丽苑长沙调研工作 昨天3月24日是第29个世界防治结核病日 近日世界生组织结核病艾滋病防治 亲善大使彭丽苑在湖南长沙宇花区洞井街道 调研基层结核病防治工作 大爱看望慰问基层英勿工作者 与进行健康咨询的结核病康复患者 等候接种疫苗的儿童和家长亲切交流 国家疾控局局长王赫胜 湖南省常务副省长张银春 参加调研活动 彭丽苑是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 作为第一夫人 她投身各种公益和慈善活动 中国正考虑让老板为隐形加班 澳洲BCC 中国政界人士提议为 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 不得不在办公时间之外 在线工作的员工提供法律保护 该提议旨在解决引擎加班问题 即员工被期望始终在线 并随时可用于工作 模糊了工作和个人生活的界限 中国的劳动法规定 员工有权获得加班费 但执法很少 这些提议法律受到了 员工和劳工权益倡导者的欢迎 它能呼吁对员工提供 更明确的处罚和工会支持 孔利奇之后 莫斯科中国留学生出门要被搏旗 俄罗斯科洛库斯市政厅 Coccasili-Hallon 又一番红花市政厅 3月22日发生恐怖袭击 造成严重上亡 有中国留学生表示 在中国留学生的微信聊天群内 传出出门要备注搏旗的说法 更有人开始场外搏旗和防弹衣 26岁的中国留学生 李远平二年前到莫斯科留学 他表示在恐怖袭击发生后 他进了电话 远在国内的家人看到了新闻 开始担心孩子的NV 在电话里母亲说实在不行 回来也没事的 处读不读 没什么关系 李远平形容在留学生的圈子里 恐惧的情绪正在蔓延 大家担心起各自的NV 微信群里有人说 明天是不是要停课了 有人说 接下来先不出门了 不敢拿自己的命来赌 还有人说地铁内的警察已经全副武装 换了三件套 手枪 头盔 防弹衣 李远平更指中国留学生的聊天群里 更有人做起了生意 还记不清是谁带了一巨头 出门要备注国旗 十分钟后 就有人在群里丢出了购买链接 万519卢布 折算下来大概40多元人民币 在之前价格几百人民币 在之前25到30元人民币左右 但让他意外的是 还有人卖起了防弹衣 远远田又指恐怖袭击发生后 街上空空荡荡荡的 原本他乘坐地铁的车站 会在周末和上下班高峰挤满的人 但在23日他输了下不超10个人 马面群热销 曹县人转翻 星岛头条近年内地出现唐庄热 汉服热 星中式服饰热 马面群从都越居顶流 甚至走进今年两会会场 此前400名大决生回曹县小镇 卖马面群登上热搜 作为中国主要的汉服生产基地 山东合泽市的曹县 随着马面群的爆火 迎来了一场 拖天的富贵 马面群堪称今年开春第一群 据报道 从年前开始 截至今年2月 曹县生产的以马面群为主的 龙年拜年服 面向全国销售额 已经超过了3亿元 有曹县汉服马面群商家称 过年期间 卸甲销售额翻了几十倍 线上单个直播账号 也能有日均20万元人民币 下同的销售额 春节过后 马面群热度不减 成为不少人日常逛街 通勤的时尚单体 旅居20万元销售额 精于汉服打扮的李小姐表示 汉服圈子里流行过战国袍 堂制被子等成套汉服 但宽袍大袖 很难在生活中穿着 也有非常严格的制式要求 可是马面群不一样 这种长裙看起来很像日常衣服 配T恤 配衬衫都可以穿 这让他有了从汉服圈出圈的潜力 以制造演出服起家的曹县 在十多年产业发展中形成了系统精细的市场分工 成本低效率高 曹县电子商务服务中心主任张龙飞曾介绍 2023年曹县汉服产业带动就业人数达十多万人 销售额达70亿元 曹县共有汉服企业2282间 原创汉服加工企业2053间 据了解 约40%的曹县商户过年没有放假 销量比平时翻了两番 曹县马面群热卖 离不开直播引来网络流量 在当地最大的汉服基地直播间里 从早上7点开始 两个主播要激励拨满8小时 直播间外一直源源不断由本地女孩来应聘 马面群的走红也令这个产业链的上楼布料厂家起死回生 制造马面群的主要布料 来源于浙江海宁和盛州的很多窗帘厂 礼带厂 有老板表示前几年生意惨淡 很多服装品牌销售业绩不好 品牌不愿意大规模下布料订单 很多领带厂都垮掉 近年中美贸易战这种价划更是到了一个极限 不过从去年7月接手马面群布料订单开始 工厂就在全负荷24小时运转 根本交不出来 还一趟太太溜 有老板说 有老板说 除了过年休息了几天 整个工厂这几个月都没停过 马面群热 带动汉服热 春节后的曹县依然浸泡在热度的鱼玻里 很多人相信这波热潮至少会持续到明年 特朗普在曼哈顿法庭面临财务真相的时刻 彭博社如果唐纳德 特朗普在周一之前不提供担保金以支付4 54亿美元的民事欺诈判决 他可能面临进一步的资金危机 特朗普警告称 他没有足够的现金来支付担保金 因为他正在对判决提出上诉 众多法庭纠纷的压力已经给他的财务状况带来了压力 法律费用不断增加 他重返白宫也产生了一些开支 纽约州总检察长莱迪莎詹姆斯威胁称 如果特朗普不支付款项 他将会查封他的资产 随着市场的飙升 投资者是否应该将目光投向美国以外的地方 经济学人随着全球基金经理对人工智能了 而股票套默和领先股票的高估值越来越担忧 投资者开始质疑是否还有任何具有良好价值的股票 近年来相对于其基础资产 或收益而言价格较低的价值股票表现不佳 导致许多人宣布价值投资已死 然而Lang Partners的Victor Hageni 建议投资者将目光投向美国以外的地区 因为这些地区的估值较低 Hageni计算出 尽管美国股票的适应率远高于其他地区 但约40%的基础收益来自海外 相比之下 全球其他地区的总收益中有20%来自美国 这种差异表明市场可能通过提高对非美国公司的估值 和降低对美国公司的估值来最终进行调整 Hageni认为压住这种重新定价 可以将风险分散到全球大部分地区 人工智能模型可以标记出太阳能电池板的最佳位置 南华早报中国科学家已经开发出一种人工智能工具 能够找到安装双面太阳能电池板的最佳位置 从而最大化太阳能输出 清华大学和国家清藏高原数据中心的研究人员 利用了中国2500的气象站的阳光数据 建立了一个基于人工智能模型 可以预测任何给定地点的直接和间接太阳辐射量 这个工具可以帮助中国克服缺乏全面辐射数据的问题 使政府和太阳能行业能够更有效地规划安装太阳能电池板的位置 苹果首席执行官在北京论坛上赞扬中国供应商 同时iPhone销量下滑 南华早报苹果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 在中国政府举办的一次高级别峰会上 赞扬了中国供应商对公司实现探中和目标的贡献 库克出席中国发展论坛反映了苹果努力多元化供应链 并应对中美紧张关系升级导致中国销售下滑的努力 库克还会见了中国商务部长 讨论了苹果在中国的运营 并表示公司致力于在中国的长期发展 苹果计划扩大上海的研究中心 并于今年晚些时候在深圳开设一个新实验室 猪鬼赶死队冰冻帝国 以四五百二十万美元的票房 夺得冠军 无瑕由希尼·斯维尼主演的电影 排名第四 美联社索尼影也自2021年夏季以来 首次获得冠军电影 由猪鬼赶死队 冰冻帝国在开放周末 票房收入达到四千五百二十万美元 该电影在评论界并不受好评 但观众反应较为积极 该电影制作成本为一亿美元 希望在春假期间能够持续获得良好的票房 声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 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并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网址是 6.brief 康明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六度旅行管家 你的旅行全策划 注册或登陆六度世界 点击右上角机器人按钮 然后选择六度旅行管家 就可以开始与AI对话了 你好 很高兴能为你服务 你打算去哪里旅行呢 嗯 我想去希腊 太棒了 希腊是一个美丽的国家 你对希腊的哪些方面感兴趣呢 比如历史遗迹 美食 海滩 或者其他的 嗯 海滩和美食 好的 了解了 你有没有任何饮食禁忌 或者特殊的饮食要求 比如素食 无肤质食品等 嗯 不吃牛肉 好的 我会注意在推荐餐厅时 避免牛肉 你计划的旅行时间 是多久呢 嗯 四天 了解了 你是打算独自旅行 还是和他人一起 这会影响到旅行的安排 嗯 与父母一起 好的 我会考虑到这一点 你的预算大概是多少呢 这会影响到住宿和餐饮的选择 一千欧一天 好的 这是一个相当宽裕的预算 你对住宿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吗 比如 希望住在市中心 或者希望有海景 或者需要特别的设施 希望有海景 根据你的需求 我为你找到了一些在希腊的海景酒店 这些酒店都有很好的海景 你可以根据你的喜好和预算来选择 接下来 我将为你规划一个四天的旅行行程 你希望在这四天里每天都去海滩吗 还是希望有一天或两天去参观一些历史遗迹或者市区 一天海滩 两天历史遗迹 一天市区 根据你的要求和我从网络上找到的信息 我为你制定了以下的旅行计划 第一天 海滩 你可以选择许希腊最美的海滩之一 比如 Elofone Sea海滩或Navijo海滩 这些海滩都有清澈的海水和美丽的景色 在那里 你可以尽情享受阳光和海滩 或者参加一些水上活动 第二天和第三天 历史遗迹 第二天 你可以参观希腊最著名的历史遗迹之一 雅典魏城 在那里 你可以看到帕台农神庙和其他古代建筑 第三天 你可以选择去德尔菲 这是一个古代的宗教中心 也是世界遗产之一 或者 你也可以去克诺索斯宫 这是欧洲最古老的城市之一 第四天 市区 在雅典市区 你可以参观一些有趣的地方 比如古老的波卡区 现代的购物中心 或者一些美术馆和博物馆 你也可以在当地的餐厅品尝希腊美食 比如希腊沙拉 烤羊肉和橄榄油面包 住宿推荐 根据你的预算和要求 我为你找到了一些海景酒店的推荐 这些酒店都有优美的海景 同时也提供高质量的服务 餐饮推荐 在希腊 你可以尝试一些当地的美食 比如希腊沙拉 烤羊肉和橄榄油面包 但是请注意 由于你不吃牛肉 所以在点餐时需要提醒服务员 希望这个旅行计划 能满足你的需求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 或需要更多的信息 欢迎随时向我提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羊肉和橄榄油面包